- 迷途风波不断在演艺圈演哨 没想见于小玉突然在节目上透露 出道前曾碰上经纪人社局牵线 那时她因为歌唱比赛被一名经纪人注意到 对方好心带她去体验澎湃 而到摄影棚后小玉发现 在她前面拍照的是一位顶级演员 因为亲眼见到大咖艺人在自己旁边补撞 当下她以为自己碰到金牌经纪人 不过后来她专注于在课业上 跟该名经纪人越来越少联系 一直到满18岁后的农历年 对方突然联系她说要给红包 还约她到大安区附近一栋豪宅 结果她进去却发现一个年纪颇大的男子 只穿着浴袍从房间走出来 但因为对方没有伸手触碰 或出言骚扰 加上现场还有经纪人在 所以她也没有多想就坐下来了 不过在聊天过程中 玉宝男会时不时故意换鞭翹二郎腿 若有肆无地展现自己里面是裸体 给坐在对面的小玉看 而且还一直试探性询问对男生有没有兴趣 当小玉发现不对劲 马上用最夸张的方式说自己喜欢异性 聊到后来玉宝男就默默走回房间 但经纪人还是给了她6000元的红包 结束这场有惊无险的饭局 请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